就带了来聚焦三光中店 以23.52亿美股19.6元的占定价格 取得了菜园将近两成的股权 成为菜园最大法人股党 而且双方结盟之后 在两岸的产将会正式的超越金钱 中大讯息 菜园董事会通过以美股大约19.6元 总金额上线不超过23.52亿元 发行1.2亿股私募股份 引进厦门三光店的资金 斯安将持股菜园达到19.9% 成为单一最大的法人股东 持股比重将高于目前最大的法人股东 日本三景的15% 斯安菜园结盟之后 两岸产能将超越金钱 菜园还可以透过斯安的通路 进攻大陆庞大的内需市场 这是今年初第三波 陆资开放以来的第一宗投资案 如果顺利通过 金额将创下陆资个案来台投资新高 虽然台湾LED厂对于这一次的合作案 乐观其成 认为两岸LED厂 从过去的恶性竞争走向合作 具备指标意义 但法人指出目前LED已经布上太阳能产业的杀价竞争后程 产业基本本面短期难以逆转 入股案对于股价的影响恐怕聚焦在各股上 对整体LED族群的拉抬效应有限 在蔡元12号股价价涨停收到在20.95元 比赛安的入股价格高出大约7% 但真正的收购价格还有待主管机关通过后 依当时市值市价定价 业界预估 陆资参股台湾的LED厂将会加速 根据了解目前计划办理私募的经验 有陆资向众 而隆达在LED一条龙生产的模式 也获得陆资厂商的青睐 不过由于台湾实施证所税在其 目前大约有超过500家的上市上柜公司 跌破竞争值 政府在此时开放陆资来台参股 等于提供陆资企业来台减便宜货的机会 东台新闻综合报道